詩歌曲 李宗盛 詩歌曲 李宗盛 剛才有同學問說 詩歌題要確定那個歷史年代 歷史背景那容易嗎 因為很多的詩篇都沒有交代它的年代 也沒有交代它的歷史背景 甚至於詩篇上面那個小字 那是後來的拉比 編竄聖經的人他們加上去的 他們所推測的背景 所以不一定是完全準確的 你可以參考用 那當 剛才我所講的那個歷史背景 並不是在講年代 我比較是講說詩人 他在禱告的時候 他是什麼樣的心情 他是不是遭遇到一些苦難啊 比如詩篇十八篇講到說 大衛他面對一生的苦難 那我們就對照這個 這個薩姆爾記下22章 我們知道那是大衛瓦年的時候寫的 這個是我說的歷史背景 你要大概確定詩人是在什麼樣的景況之下 他在什麼樣的心情之下 或者是在他年輕的時候 年老的時候 大概你可以確定一下 我更在乎的那個背景是說 當時的猶太人 他們怎麼樣來讀這樣的禱告 比如詩篇第二篇他們是 君王登基師 他們是在那樣的這個 登基的一個儀式中 他們唱這篇詩篇 那個也算是一個歷史背景 譬如詩篇133篇 帝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就好比貴重的油膠在亞倫的頭上 流到鬍鬚 流到他的衣襟 這什麼意思呢 對猶太人而言 什麼意思呢 這個亞倫身上的油 對他們而言 是什麼意義 好比黑門的甘露 降在西安山 黑門山在哪裡呢 黑門山在這一段的經文裡面 它是代表什麼意義 這個是我指的歷史背景 是比較宏觀的歷史背景 而不是這個 你一定要確定是什麼年代 那我現在問你了 好比貴重的油膠在亞倫的頭上 是什麼意思 對猶太人而言 那個油代表什麼 為什麼說 流到鬍鬚又流到衣襟 它是在表達什麼樣的含義呢 所以你要去查他的歷史背景 這個油 對猶太人而言 可能是指橄欖油 那最好的油 最好的橄欖油 是只用在祭司的身上 而且他們用的是非常的節省 因為那個橄欖油是很昂貴的 所以他們用的是非常的謹慎很節省 但是這一節說是流到鬍鬚又流到衣襟 就代表說那個油非常的豐富 以色列人當年可能很豐收 上帝賜福以色列人使他們豐收 所以他們在節起的時候 他們可以很豐富的很奢侈的來用這個橄欖油 代表是上帝豐富的祝福 如果我們彼此相愛 弟兄和睦相處 上帝賜福我們 那個賜福是非常豐富的 豐富到你可以很奢侈的用那個油 那這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西安山 我們知道西安山是指耶路桑的 在南邊 猶大支派在南邊 那黑門山是在以色列的最北近 最北的地方 所以他說從黑門山到西安山 意思是說由北到南 那個黑門山它海拔它高達9000多英尺 是最北又是最高的一個山 那它的甘露流下來 可見那個甘露有多少 你知道以色列人的夏天是沒有雨水的 他們的農作物完全靠甘露 所以這一節講到那個甘露多到是從黑門 那麼北近的高山流下來 又流到南方的西安山 代表的是在甘旱的日子裡面 上帝仍然有豐富的供應 如果我們不能彼此相愛 如果我們裡面內爭內鬥 上帝不祝福我們 上帝就不再豐富的供應我們 你可以這樣應用 所以你要去查考那個黑門山是怎麼歷史背景 那個油是怎麼樣的使用 這個是我所稱的這個詩篇的歷史背景 我們剩下最後兩個步驟 第一個是文法分析 第二個是歷史分析 我們現在講歷史分析 世經原則的第二個步驟 你要做歷史分析 什麼叫歷史分析呢 歷史分析是說經文要按照作者 以及第一批的讀者 當時的情況來解釋 就是剛才我講的歷史背景 你要按照作者當時的情況 或者是當時第一批的讀者 當時第一批的聽眾 他們的情況來解釋 所以你可能要去研究這個作者是誰 這個先知他是什麼樣的身份 阿摩斯他可能是中桑樹的 桑樹是什麼 軟一耳等等 或者是當時他寫作的背景 他寫作的對象 寫作的目的 寫作的主題 這個都算是歷史背景 所以歷史背景的內容 其實是很紮實豐富的 譬如我們在研究四伏音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四伏音他的角度不一樣 為什麼角度不一樣呢 因為他針對的對象不一樣 那個對象不一樣 會影響作者寫作的目的 馬太主要是寫給猶太人 所以馬太最喜歡引用舊約的經文 他要證實 耶穌基督他應驗了舊約的那些經文 所以他的主題 所以他的主題呢 耶穌是君王 耶穌是猶太人所盼望的彌赛亞 那馬可福音就不一樣了 馬可福音的對象主要是外邦人 所以他的主題比較是普世性的 耶穌是上帝的兒子 他不僅是猶太人的君王 他更是上帝的兒子 四伏音用不同的角度來描寫基督 讓我們看見神的啟示是多元的 透過四個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重點 不同的對象 來彰顯在耶穌基督裡的豐富 我們說四伏音裡面有一些表面的衝突 那不是聖經有錯誤 而是神啟示的豐富性 多元性 那我說這是我們讀聖經 神啟示的第一個特質 有沒有看到講義 啟示的第一個特質是多元性 diversity 等一下我講到神學分析 最後神學分析的時候 我要告訴你們第二個啟示的特質 是單一性 一元性 unity diversity and unity 這個是聖經啟示兩個最漂亮的特質 我再講一次 聖經用不同的角度 來描述神的兒子 彰顯神啟示的多元性 以及豐富性 這是diversity 那我們做最後神學分析的時候 我們要協調 要解決很多表面的衝突 那我們最後帶出來的結論是 神的啟示是和諧一致的 這個是unity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我說這個diversity and unity 是聖經最漂亮的兩個特質 如果你太強調unity 你就會霸道 你就會專權 你就會像中派主義時代 打宗教戰爭 但是如果你太強調豐富性呢 你會發現聖經裡面太多元了 好像沒有一個共通的主題也不行 所以這兩個這個特質 是彼此協調的 彼此補充 好在歷史分析的部分呢 我提一個例子 我們看菲利比書好不好 我要舉的例子是菲利比書 菲利比書是在什麼樣的背景寫的呢 菲利比書我們稱為什麼書信 保羅書信我知道 保羅在什麼背景之下寫的 監獄 他是屬於監獄書信的一卷書 保羅在監獄裡面寫的書 這個是他的寫作的地點 那他針對的目的是什麼呢 菲利比書的主題是什麼 喜樂 可能你們入學考試有時候 這個有幾年入學考試 菲利比書的主題是什麼 要讓你們選了 很多人就選喜樂 喜樂這個字在菲利比書出現了有十多次 這個出現很多次 是出現頻繁的智慧 我們稱為keyword 要字 要使的要 這個找出要字 可以幫助我們很快的確定那一卷書的主題 所以通常我會鼓勵同學 讀聖經的時候呢 用色筆 某一個字常常出現你就把它畫出來 那你就比較容易看到作者要強調的地方 沒有錯 然後菲利比書喜樂這個字出現了十多次 是出現最多次的一個智慧 但是這個是菲利比書的主題嗎 是保羅主要的目的嗎 他要菲利比人 菲利比的教會喜樂嗎 因為保羅在監獄裡面可以喜樂 所以他就勸弟兄姊妹也要喜樂 在逆境在順境中都要喜樂 靠主常常喜樂 是不是啊 那所以你要去研究保羅為什麼要寫菲利比書 喜樂是一個現象沒有錯 喜樂也是保羅的鼓勵 但是為什麼保羅鼓勵要喜樂呢 你要去研究他的歷史背景 你要去研究保羅寫這一卷書的動機 保羅為什麼要寫這一卷書呢 好我要請一個同學來讀啊 慧君請來讀大聲一點啊 讀完以後慧君請你告訴我 可不可以推測保羅為什麼寫這一卷書 第一章十五節到十七節 好這裡講到有人傳福音是極度紛爭 有人是出於解答 慧君請你再讀第二章第三節 好這裡提到解答 請再讀第四章第二節 好提到兩個人要同心 那可見他們不同心 日式 可是他們分黨結派 分派結黨 這兩個他說是女人 我們猜可能是當時教會的兩個女職士 兩個女領袖 那你從這個菲利比書這幾節經文裡面 可不可以推敲為什麼保羅要寫這一卷書 菲利比教會發生了什麼事呢 好像有結黨的現象 因為有結黨分門的事情發生 可能是因為這兩位女領袖 這兩位女職士不合 那他們都是在教會裡面有很大影響力的領袖 所以呢很可能在教會裡面造成了兩派的勢力 所以保羅要求菲利比教會不要結黨 不要結黨的反面是什麼 同心嘛 同心合意 要彼此的謙卑順服 同心合意 這一個字 這一個動詞 Coyoneer 就是我們說的fellowship的意思 Coyoneer這個動詞 在菲利比書也出現了十次之多 他的出現的次數僅次於喜樂 所以你現在判斷喜樂比較重要 還是同心合意比較重要 保羅是為喜樂來寫這一卷書 還是要勸教會同心寫這一卷書 好我再請惠金 惠金請你來讀 第一章第五節 你看到出現過一次 同心合意二十七節 讓你們其事為人與基督共同心相稱 叫我過來見你 錯誤在你那裡 可以聽見你的情況 知道你們有一個心智 再來說 你會所信的福利的心智 好出現兩次 同一個心智 其心 好第二章第二節 你們就要一念相同 愛心相同 一樣的心智 有一樣的一念 使我的喜樂可以滿心的 同樣的字 大概意思的字出現了四次 一念相同 愛心相同 一樣的心思 一樣的意念 好第五節 你們就要你基督耶穌的心 同什麼心呢 同耶穌的心 以耶穌的心為心 二十節 寶羅說沒有人跟我同心 如果你們同心合意 我就滿足了 所以第二章第二節說 如果你們同心合意 我的喜樂就可以滿足 很重要啊 可見那個同心合意 是比喜樂更重要 如果不能同心合意 保羅就不能喜樂 好最後再讀 第四章第二節 剛才讀過的 再讀一次 好同心合意 我覺得這是保羅寫 菲利比書的最重要的目的 你可以去看冯映坤老師寫的 菲利比書的注釋 這是菲利比書更重要的主題 要同心合意 同什麼心呢 所以菲利比書第二章 就說要以基督的心為心 第二章啊 第二章那一段啊 第二章的第一節到第九節 是神學 是神學上一個很重要的一段經文 我們稱為 菲利比書的基督論 通常我們在講基督論的時候 通常都會考考這個 查考這一段經文 他是一個神學的經文 為什麼保羅在一封信裡面 要提到這麼 重大的一個神學主題呢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當地的教會 不能同心 當地的教會不能彼此謙卑 不能夠彼此順服 所以保羅就以耶穌基督為榜樣 他謙卑 他順服 他死在十字架上 他甚至是以奴仆的樣式 用一個很卑微的方式 很順服天父的方式 死在十字架上 上帝的兒子 他尚且如此的謙卑順服 何況是做基督門徒的教會 岂不應該 更應該彼此的謙卑順服嗎 所以耶穌基督的榜樣 是門徒彼此順服的一個動力 如果菲利比教會 可以彼此謙卑 彼此順服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那麼保羅的喜樂就可以滿足 那個順服的動機是要讓保羅可以喜樂 但是順服的動力是 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榜樣 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榜樣 那這是為什麼一段很 很難的這個神學的經文 居然會出現在保羅的書信裡的原因 所以如果你去做歷史的分析 你徹底的去探討寫作的目的 抓住寫作的主題的話呢 你再來分析經文 你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亮光 而且最好是前後呼應 整卷出前後連貫 一氣呵成 這樣的主題會比較漂亮 好吧 我們進入最後一個部分 進入最後神學分析的部分 神學分析是整個誓經過程的頂點 在我們研究了一段經文的文法 歷史背景之後 最後都要帶到神學分析 所謂神學分析就是 你最後都要問自己一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這一段經文 它表達了什麼樣神學的真理 這一段經文有沒有教導我們 什麼樣神學的真理 我們在做神學分析的時候 系統神學跟聖經神學可以互相補充對照 我先講理論部分 如果你有實踐的部分的問題 以後再問 你在做神學分析的時候 在帶出神學信息的時候 你可以用兩個角度 一個是系統神學的角度 一個是聖經神學的層面 這個我在一開始講神學 這個 這個是系統神學的角度 它會給你看所有聖經有關於陰性稱異的經文 從舊約一直到新約 不管是誰寫的這個經文 它全部列給你 所以系統神學它的特點是全面性的 整本聖經對這個主題的启示 全面性 它的範圍比較寬廣 歸納整本聖經的教導 但是比較主觀 比較主觀 比較容易受個人神學立場的支配 譬如 譬如我們在講聖餐論的時候 那新一會提出的經文證據 會跟這個長老會 或者是跟靖新會提的經文不一樣 提到因海喜 提到那個喜禮的問題 那不同的宗派提出的經文會不一樣 那他會告訴你 都是聖經的經文啊 那所以他會比較容易受到 宗派神學立場的支配 比較主觀 缺點是主觀 優點是全面性 好 聖經神學剛好用來補足 系統神學的缺憾 聖經神學是告訴我們 在歷史的那個階段 某一個作者對這個主題的看法 譬如保羅對因性稱異的看法 他不會給你所有聖經的經文 他只會告訴你保羅 他對因性稱異的看法 摩西對於神觀 對上帝的認識 或者是如果你進入這個歷史的部分 他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說 舊約時代 摩西對於某一件事情的看法 新約保羅對於某一件事情的看法 這個歷史 如果你繼續的追溯下去 就進入教會歷史的部分 奧古斯丁對於原罪的看法 所以他的範圍比較窄 僅限於某一個時代 某一個作者他的看法 他的範圍比較窄 比較磚 但是他的優點是比較客觀 他只告訴你是這個作者他的看法 他的看法不代表整本聖經的看法 卻是整本聖經一個很重要的看法 馬太他的天國觀 馬丁路德對於聖三的看法 你可以尊重他們的看法 你可以接受他們的看法 但是他們那個是比較專精的看法 不代表聖經全面性的看法 所以你可以確定至少在某一個時期 某一個作者他特定的神學立場 可以供你參考用 所以系統神學跟歷史神學 可以彼此補充的 我們教會歷史是屬於歷史神學 教育的部分是屬於系統神學 好 很多人都認為 這個神學分析聽起來好像很怕 就以為神學是一個很知識性的東西 是那些頭腦大的神學家所需要做的 事實上神學 神學是每一個信徒都要面對的 神學是歸納貫通整本聖經的教訓 來作為我們今天信仰的反省 如果我用一個最簡單的話來講神學 我認為神學就是反省信仰 你們在神學院三年兩年一年 主要就是要來反省你的信仰 你的信仰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 你在教會的教導 你在教會的實踐 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 如果神學是反省信仰 它就不是那麼的理論性知識性 它是相當實踐性 不通過神學的分析 你很難帶到正確的實踐 神學錯了實踐也會錯 我們看到聚會所的例子 你看到李長壽的例子 神學錯了實踐一定會出問題 所以神學是用來反省我們的信仰 只讀聖經 擁有許多聖經的知識 卻不知道用來反省 卻不知道用在實踐上 我覺得那個才是純學術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已經接近尾聲了 我最後舉一個神學分析的例子 我們看這一段比較 比較龐大一點 比較困難一點 我們最後一鼓作氣 我們把這一段 走完這一段 《使徒行傳》十五章 請翻開《使徒行傳》十五章 這一章是 教會歷史中一個很關鍵的會議 我們稱為耶路撒冷會議 耶路撒冷大公會議 歷史中有很多的大公會議 其實第一次應該算是 《使徒行傳》十五章的 耶路撒冷大會 你們很快的看一下 這一次大會在討論什麼問題呢 大聲一點 外邦人信主 外邦人信主 是不是還要守摩西的律法 這是主要討論的問題 因為有越來越多的外邦人信主 那怎麼辦呢 他們信主以後 還要守摩西律法嗎 還要受割禮嗎 割禮是最重要的爭執 猶太人是小孩子的時候 就要受割禮了 那這外邦人成年呢 他們信主以後 你還要替他行割禮 所以對外邦人而言 他們覺得是一個 蠻痛苦的過程 摩西的律法 猶太人遵守了幾千年 守得苦不堪言 那如今還要把燙手的洋魚 丟在外邦人的身上 所以這一次大會主要是 討論這個問題 最後決定怎麼樣 大會的決定 要不要守摩西律法 不要守是不是 除了什麼 有沒有例外 有例外 例外是記載在19節 20節 美容請你來讀 有哪一些事情 外邦的基督徒 仍然要遵守的 好 謝謝 這四項的規定 偶像 奸淫 勒死的牲畜 還有血 這四樣東西是外邦人 仍然要尊重的 為什麼只有這四項留下來呢 這四項有沒有什麼意義呢 美容 對外邦人或者是對猶太人 有什麼意義 為什麼這個使徒們 寬宏大量 可以不守摩西律法 最後還要留一個尾巴 最後還要留一個尾巴 猶太人常飯的 猶太人會吃血嗎 那 我說的是那個 奸淫 跟偶像 是猶太人 最忌諱的 因為歷史中 他們最難勝過的 那其他兩項呢 樂死的牲畜跟血 其他那兩項 樂死的牲畜跟血 卻是外邦人很風行的習慣 外邦人吃東西 他們不會分血 也不會分是用什麼方法 殺死也好 樂死也好 他們不太在乎的 我再講一次啊 這四項 都是風行於外邦的社會中 但是 卻是以色列人 視為境界的東西 絕對不可以犯的 犯的是很要命的罪 我再講一次 外邦人常常很流行 做這四樣 卻是猶太人很引以見戒的事情 所以 這一次的大會 主要是要讓 外邦的基督徒 跟猶太的基督徒 他們可以彼此相交 可以彼此往來 可以彼此和平共處 所以 他們要彼此的 要尊重對方啦 現在我們 猶太的基督徒 我們尊重你們外邦人 我們不會再把這個 燙熟的羊羽 丟在你們身上 我們守了幾千年 很痛苦的律法 我們不會再勉強你們遵守 我們尊重你們外邦人 因為你們本來就沒有這個傳統 但是 請你們外邦的基督徒 也尊重我們猶太人 這四項是我們的境界 如果你要跟我們相交交往的話 這四項請你們不要犯 這個是大公會議 耶路撒冷大公會議的精神 彼此尊重 為了要讓外邦人跟以色列人 可以相交往來 就要學習彼此的尊重 那保羅在羅馬書十四章 翻一下好不好 很快的翻到羅馬書十四章 保羅他有繼續的解釋 這一次大公會議的精神 這裡在講 什麼東西可以吃 什麼東西不可以吃 什麼東西要守 什麼東西不要守 保羅說這個 吃的人不要輕看 不吃的人不吃的人 也不可以論斷吃的人 因為上帝已經收納他了 彼此尊重 好我們再看 哥林多前書 你跟著我翻 哥林多前書 我現在在幫你們做 新約神學的整理 哥林多前書 第八章第九章 也是在論到 吃某一些東西的問題 那保羅他提出了一個原則 在哥林多前書第八章第九章 保羅提出一個原則 凡事我都可做 凡事我都 凡物我都可吃 但不都造就人 外邦的基督徒 有絕對的自由 有充分的自由 但是他們做那些 自由的事情的時候 要小心不要絆倒 猶太的基督徒 不要絆倒那些軟弱 信心軟弱的主內弟兄 這個是繼續延續大公會議的精神 我現在還沒有來到那個神學的衝突 我們再翻回來 史圖行傳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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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到第三節 請一個同學來讀 玉珠 黃玉珠 好 好 好 謝謝 而且 你注意 史圖行傳十五章 說外邦人信主不用行割禮 到了十六章 路加 故意的 緊接著一章 路加說保羅為提摩太行割禮 提摩太他的學統 有一半是外邦人 他的爸爸是希臘人 如果跟隨父親的話 他是外邦人 根本不用行割禮 為什麼保羅要替提摩太行割禮呢 他自我矛盾 是不是啊 十五章才解放 到了十六章 保羅要給提摩太行割禮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衝突 路加還故意安排 緊緊連在一起 所以這時候有表面的衝突 你就要來做神學的分析 提摩太有一半猶太人的血統 他從小沒有受割禮 他也可以不行割禮 但是保羅為他行割禮 為的是什麼呢 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保羅帶著提摩太到各地去布道 到各地去傳福音 他們經常要出入猶太人當中 他們經常要到會堂 他們甚至要到聖殿地區去 那為了方便傳福音 為了方便進出聖殿 保羅就替提摩太行割禮 確定他猶太人的身份 他其實可以不行的 但是保羅是為了向猶太人傳福音 他就替提摩太行割禮 那這裡你會看到有兩個原則 一般而言保羅他絕對不妥協 如果割禮是為了讓你陰性稱異 對不起如果割禮是讓你稱異 如果割禮是讓你得救的話 保羅堅決不讓 保羅在好多的書信裡面 加拉太書 菲利比書 罵那些猶太主義者罵得好兇啊 那些說要行割禮的人才能夠得救 保羅對這一方面的猶太主義罵得很兇啊 菲利比書甚至罵這些猶太主義是犬類 恨不得那些人把自己割絕了 加拉太書 髒話粗話保羅都不惜一戰啊 保羅為了福音的真理 為了陰性稱異的福音真理 他絕不妥協 他責備那些拘泥律法主義的信徒 語氣非常的兇悍 是保羅第一個原則 如果是有關你陰性稱異的福音真理 他絕不退讓 絕不可以受割禮 但是在使徒行傳十六章 我們看到保羅另一個原則 什麼原則呢 那保羅其實在 哥林多前書第九章 有解釋這個原則 保羅他說 我雖然 我們一起來看好了 哥林多前書 滿會請你來讀好不好 哥林多前書第九章 第九章十九節 二節到二十 好長啊 我們就讀到二十二節好了 滿會請 請請開始 我們看 我高跟吳大師 我們在 策劍上面 是在策劍上面 但是就很像 沒有策劍上面 下的要策劍上面 是在策劍上面 沒有策劍上面 也要策劍上面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属灵原则 为了福音的好处 保罗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 为了要向犹太人传福音 他就要提摩太座犹太人 保罗说我虽然是自由的 但是我为了福音的缘故 我宁愿放弃这个自由 保罗说在耶稣基督里 我是没有律法的 我不受律法的挟制 但是为了犹太人 我宁愿活在律法之下 这个是我们福音上一个 很漂亮的paradox 不在律法之下 他又要在律法之下 他是自由的 他又愿意放弃自由 保罗他为了要向犹太人传福音 他为了要得那些 在律法之下的犹太人 在没有妨碍 救恩真理的原则之下 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哥里不是为了得救 哥里是为了传福音的方便 在没有妨碍福音真理的原则之下 保罗他尽量的体恤 迁就对方的立场 为的是要使犹太人 比较容易接受福音 在犹太人 在犹太教会这个百般禁忌之下 保罗他采取的是权宜的方式 权宜的方式 为的是要持守教会的合一 所以在这个时候 合一比受不受割礼重要 我最后讲一个故事 这是王明道先生的故事 王明道年轻的时候 是在长老会的教会学校中学教书 他读圣经的时候 他觉得敬礼 敬礼比较符合圣经的真理 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 我们为他施行真理 而且是用敬礼 与耶稣同死同复活 同死就埋在水里 然后起来 这个他是觉得比较合福音的真理 但是你知道长老会是用点水礼 所以王明道先生他很不以为来 又是点水礼又是婴孩喜 他就很反对 所以他在中学教书的时候 他发现学校那个传统 他就在学生当中就教导说 我觉得敬礼比较合乎圣经 所以校方就约王明道先生约谈 就说这个是我们校方一贯的宗教传统 是我们的信仰的传统 那你现在在学生当中 你就教导另外一种方式 那会引起学生的混淆 所以学校要王明道先生收回他的立场 要他顺服学校 然后王明道他觉得真理是不可以妥协的 他拒绝撤回他的立场 所以后来学校就请他走路 王明道他在晚年的时候 在五十年来的这本书里面 他深深的为年轻的时候 他那个血气的做法感到懊悔 他说起始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呢 要用点水礼 要用敬礼 那个仪式方面是赤药的问题 我居然为了赤药的问题 牺牲了更重要教会合一的原则 他说非常的不值得 我为了赤药的问题 而牺牲了基药的真理 他觉得划不来 所以保罗在这里呢 他认为教会合一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犹太的基督徒尊重外邦人 那么外邦人也尊重犹太人 最后送大家马丁路德的一句话 马丁路德他说 他是最掌握paradox的一个神学家 路德说基督徒一方面是世界最自由的人 不受任何的律法辖制 不受任何人的束缚 可是另一方面 基督徒又是世界最不自由的人 为了爱的缘故 愿意做众人的仆人 在爱中常以为亏欠 常常觉得做得不够 恐怕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只是强调第一点 基督徒是自由的 不受人管辖 不受律法辖制 但是更漂亮更成熟的自由 是第二种自由 放弃自由 为了爱的缘故放弃自由 为了合一的缘故 愿意暂时放下自己的意见 当然你不能够妥协那个基要真理 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一点神学的分析 有表面冲突的时候 有表面冲突的时候 请大家不要惊慌 我个人碰到这种表面冲突的时候 我那里面的斗志就活跃起来 我觉得圣经把那个表面冲突摆在我面前 一定有它的用意 你如果好好的分析 一定可以带出更漂亮的属灵信息 最后再给大家一个挑战 我们看加拉泰书 我先把这段经文念完 加拉泰书第二章 这里我就不解决 我要让各位弟兄姊妹自己去解决 第三节 第二章第三节 但与我同去的提多 你要知道提多跟提摩泰是同袍 他们是称兄道弟的 都是教会的牧者 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犀利的倪人 我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离 又是另一个挑战 是不是 都是同等身份 都是外邦人 但是保罗他有差别待遇 一个为他行割离 一个不为他行割离 我刚才为你们解决的第一个冲突 那现在加拉泰书的冲突 你们自己去解决 这里的信息也会很漂亮 我再补充一点点 我就说神学分析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直接会影响我们教会的实践 比如教会实践说 基督徒可不可以参政 基督徒可不可以过问政治 基督徒的政治立场 这是实现 最近台湾炒得很厉害的 或者是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 有的教会都为这问题会分裂 我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记足 天主教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 基督徒对于妇女侍奉的问题 对于按女牧师的问题 这些实践的问题 你都要回到神学的分析 那你可能在同一个教会 或在华神里面 老师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华神老师对于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 我觉得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那我就是说这是多元性了 现在就要讲多元性了 无论你是哪一种立场 只要你是根据严谨的解经 那都应当被尊重 所以不用去排斥别人 如果他是严谨的 有经文证据 有神学的证据 那你要尊重他 不用吵架 这里你就要讲多元性 丰富性 是说我们可以尊重妇女的侍奉 那有的人就是怕被人家说 怕被人家笑说他落伍 现在是什么时代呢 你还在压抑妇女 为了怕丢脸 就只好这个迁就好吧 就让这个牧师 女牧师爱慕吧 不是为了这个原因 你鼓励妇女侍奉 或者是你限制妇女侍奉 你都要有圣经的根据 如果你的圣经根据是很严谨 很坚固的话 那我会尊重你 我不会勉强你接受我的看法 所以在神学院里面 在既要真理上 我们力求一致性 但是在赤要真理上 我们要追求宽广性 我们要最好学习 去接纳不同意见 不同的看法 好吧 我们这学习的课程 到这里结束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 这个学期很快 三个月一晃就过去了 仿佛我们才刚刚进入情况 却又要道别说再见 我们觉得还有很多不懂 还有很多带解决的圣经难题 我们还有很多的参考书没有用过 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还要讨论 但是谢谢你 你给我们一个开始 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好的环境 给我们好的图书馆 给我们许多的老师同学 可以一起研究彼此的切磋 我们更谢谢圣灵宝慧师 在我们里面随时来教导训回我们 来光照我们 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 知道我们当跑的路 当学的功课还远还多 求你恩待我们 用一个谦卑的心 用一个宽广的怠度来追求真理 帮助我们在基要真理上 我们学习合一 帮助我们在次要的真理上 我们学习接纳别人的意见 我们需要这两方面的恩典 台湾中国的教会需要这两方面的恩典 我们求你来赐下 随听我们祷告 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大家